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梁晓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旧金山的莫斯康中心 莫斯康Center 15日至17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旧金山举办 APEC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历来受到全球高度瞩目 旧金山对举办此次APEC会议真的是非常之重视 甚至将其称为是自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此签署后的又一大史诗级事件 而我现在所在的莫斯康中心正是会议的媒体中心所在地 当APEC来到旧金山,媒体中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每个大型国际会议的举办地都会在媒体中心设置具有地域特色的鲜明标识 此次旧金山也不例外 进入媒体中心,映入眼帘的是旧金山的地标金门大桥 毫无疑问,它占据了媒体中心的C位 而在大桥的背后是媒体工作的区域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可以容纳约2000名媒体记者在此同时工作 记者的工作区域外,媒体中心还在会场内设置了好几个介绍旧金山当地旅游、美食、艺术、图书等的特色的摊位 而他们的摊主都是主办方招募的当地的志愿者 实打实的是在为家乡代言 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向我推销旧金山的机会 在图书摊位,媒体中心的Raphael就给我强烈推荐了一本介绍旧金山当地的畅销书 在国戏媒体中心的地区 salmon 就是了会讯关 필요名 的 verf合 Post-IP contents 学文中心做空文中心额 其实我们把这些中心额交钩给出من好还有 阿 grounded喔 我知道,我觉得这个工作室 如果你能分享印象一套 这就是《声 viral看iness经典》 看到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 他还特别说 每年都有许多中国游客来到旧金山 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APAC会议世界瞩目 期待记者们能在这里 向世界展示旧金山的最新形象 Rafael信息满满地说 媒体中心已经做好了准备